这也是和谐号的四级列车的变形金刚 它的名字叫这个 给你们看看 玉天龙 这个是列车超人的第二单 然后呢 它就是变形金刚能变的 我给你们变一个看看 这是一号车厢 把它拆下来 然后会有三个部分 这个是它的脚 这个也是它的脚腿部分 然后呢这是它的右手 这是它的右手 然后按 往这个往里按 然后这个就会出来一个拳头 再往外拉 就就这拳头就能出来了 这个脚怎么弄呢 把这儿先扒开 最好的方法是 这儿不是有个孔吗 然后这样给它弄出来 然后就什么这样 这是它的右脚 然后这个也是它的右边的一个腿 到时候会有用处的 然后这是它是左边的 这个是它的左手 是这样 然后还是跟它一样 把这个往外一推 然后还是出来 然后这是它的左臂 然后呢 这个也是腿 是左腿上的 这个就是它的左脚 把这个先弄出来 还是用这个从这个孔里把它掰出来 然后再这样 然后呢 第三节车厢就是它的飞翅 然后呢 怎么装这个飞翅呢 先把前半部分拔下来 然后打开 再把这个给放下来 和这个也放下来 然后呢 在它这里 把它插上 就特别会难插 然后最后成这样 然后呢 它的飞翅 咱们先这样放着这儿 然后呢 这是它的身子 它这儿会有一个东西 你们猜是啥 是一个小枪 它怎么能变长呢 它 你看这儿 它这儿有一个这个对吧 往里一按 对吧 拉到最长 就成了一个大枪 这带是右手上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腿部 这是它的身体 把它放下来 再插进去 插进去会攒动的 然后再把它这儿 给使劲一扒 然后有可能会掉下来 你可以把它这儿装上去 然后你再把这里给装上去 然后呢 它的腿部 是这样的 是插在后面 这个可不是插在前面哦 可就插错了 插错了 那可是出大麻烦了哦 然后再把它插到这里 然后再加上这只脚 插在这儿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是这边的 所以得插在这里 然后这边就插在这里 然后它就成这样 然后再把它这边扒开 还有一个这边也得扒开 现在开始用翅膀 翅膀就很好用了 第一步先把它插上去 是这么插的 可别插反了 插反的话 那容易出大错哦 如果你要不是这么插的话 那会出很很大的麻烦 然后再把它 把它放像这样 把肥尺固定好 再放上这个 再放上右臂 会有一点点 难弄 它就会缩回去 你可以先把它这样 然后再把它 插进去 插进去 应该把它对齐 它这儿会回去 所以对齐 它有一个这个 把它这个放在中间 然后这么往里 使劲儿一插 就好了 会很难弄的 然后 这边先弄好 然后 再把这边弄好 也是跟这个一样 先把这个放这儿 得把这个放在最中间 然后再把它插进去 然后再把它插进去 然后再把这儿 再把这儿 我这怎么会盛出来 你剪吧 没事了 剪一下就好了 没事你撸你的 我会打开 你会让这儿 不应该打开 太好了 太好了 丁了 很好了 它